我吹过你吹过 俄军的撤退啊 这是在下一盘大棋 其实俄罗斯这事干的是挺被打脸的 他也没什么棋横下 三大原因导致俄军失败 被迫撤离 客观上说啊 这是一个明智的止损选拟 欢迎来到张铭观察 我是张铭 乌克兰大反击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这个胜利带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有些人呢就死不认账 说这是俄罗斯在下的一盘大棋 诱敌深入 这种说法就非常的可笑 谁拿着将近三千平方公里 要诱敌深入的吧 也有人说呀 说乌克兰取得了重大胜利 俘获大量装备 网上还出现了在过去几个月前 俄军被击毁的和被俘获的 这个装备与俘虏的这个视频的图片 这个也是混淆是听的事情 说乌军下一步将全面收封 顺瓦斯地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这个节奏也是够满的 未免有点过度兴奋了 这些呀都是这个挺俄或者挺乌的 站在各自的立场上 不顾事实的过度发大 对了解这个俄乌冲突的实际情况 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 三大员云导致了俄军的失败 第一俄军严重缺乏战场感知能力 第二兵力不足 第三战略不清晰导致俄军的决心不坚定 第一我们来看啊 俄军战场感知能力啊 这是严重不足的 缺少必要的情报和信息或取手段 居然没有察觉到乌军长时间的这个兵力调动和集结 这可能呢 使俄军过度自信啊 轻视乌军 或者说他们内部就是懈怠松陷啊 导致没有把各种信息进行分析评论 我们反观乌克兰这边 在美国和西方的情报支持之下 这就瞅准了一个空档啊 瞅准了俄军的软肋 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反应 这个战场感知和各种情报 真是太重要了 所以也不得不承认呢 美国情报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大 第二呢 俄军的兵力严重不足啊 老实听说 俄军有百万大军 百万大军什么的 百万大军这是不讲 但是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土 他光是进行国土守备就战死了一大堆人 现在能够投入着冲突中的兵力啊 尤其是这个战斗力强的河土兵 数量非常的有限 车臣部队还是非常正规的一个部队啊 加上这个车臣部队 那真正能够打仗的也就是20万左右 乌军呢 最初在9月6号 你看进攻那个巴拉克烈士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俄军这边只有少量的 就类似武警一样的守备队 和一个团的顿巴斯民兵的预备役人员 这肯定是要吃败仗的嘛 人数根本就不够对吧 俄军打仗呢 主要是要靠这个合同兵 这合同兵啊 现在是数量不足 而且俄罗斯到现在呢 虽然做了一些动员工作 但是也还没有进行这个全国的战争动员 所以他这个兵力也就是这么多了 占据了195地区之后呢 俄军就想发动当地的亲俄民众啊 组成这个民兵进行这个当地住房防守 可是这个当地的人不多 而且俄乌冲突的都半年多了 该跑的人也跑了不少了 所以呢 这个俄罗斯也组织不起来多少人 现在俄罗斯控制的地区 你看着整个防线曲曲折折的 连在一起加起来 1000多公里 正规军根本就守不过来 再加上俄军呢 现在开始他的正规军 大量的撤回去进行修整 前线必然是空虚的 其实说起来 乌克兰这边他也缺人啊 尽管他已经多次的全国动员 他的兵力也就是30万左右 或者30万多一些吧 不像他说的 他整出了百万大军 他也整不出来 而且这30来万人中呢 其中真正能打硬仗的 也就是那么15万人 整体上他比俄罗斯还要弱 但是他在局部上 在某些特殊的时间点上 他可以抽一个空子 形成对俄罗斯的优势 这一次就非常的典型 第三呢 俄罗斯的战略啊 一直就不清晰 到底是通过军事行动 直接达到自己最终的战略目的呢 还是通过这种冲突 在冲突中获得地区优势 再和美国和西方去谈判 得到自己想要的呢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它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做法 这个事情不确定下来啊 就会在那左右摇摆 导致这个信心不坚定 决心也不够充足 这反映到军事行动上 就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做法 这一点就很多原因了哈 这今天就不在这展开说了 所以咱们客观的说呀 俄军放弃一些控制区 是尽快止损的一个明智做法 但是丢掉一九亩这些地方 绝对是俄军的一个重大失败 这挨了非常不光彩的一个耳光 绝非在那下什么大旗 俄罗斯呢 国立不足 还有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 以及在俄乌冲突中 短期出现的这个危机 和俄军固有的那种顽机 共同作用产生了今天的结果 至于说呀 这会不会成为战局反转 俄军大规模开始溃败的一个开始呢 这还不好确定 但是呢 俄罗斯必然会承担 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系统发起了打击 放这种大招 为什么是刚刚下决心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乌克兰呢 最近在哈尔科夫发起了反击之后 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那么赫尔松方向 乌军也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 试图在赫尔松以北向南插上一刀 切断赫尔松的后勤补给线 这个行动如果取得成功 对赫尔松附近的俄军来讲 威胁也很大 而且不管这一刀捅下去是否成功 都会让俄军很难从这个方向 抽掉兵力去增援顿巴斯 那么俄军经过了前几天的撤退 据称在二线待命休整的部队 也紧急完成了状态转换 准备重返战场 可能在顿巴斯还有一场新的大厮杀 但是目前没有进一步消息说明 俄军重新集结了多少部队 以多大的规模会在哪里面发起反击 所以我们还要等着看 俄军什么时候能够止住 乌军继续进攻的势头 而且要看是在哪个方向挡住乌军 是在顿巴斯还是在赫尔松 昨天俄罗斯也确实没有一味的撤退和防守 采取的最大反击行动 是对乌克兰的一大批发电长还有变电站 进行了空袭 导致乌克兰一度大面积断电断网 据称甚至还影响到了一部分的防空体系 这是开战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针对乌克兰的电力系统 进行大规模打击 但是这一轮打击 其实也说明了俄乌双方各自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 这种打击应该是在战争最开始阶段就进行的 而且理论上 是应该以乌克兰的机场地涅薄荷上的桥梁 还有乌克兰的电力系统为目标全面铺开 彻底的压制住乌军的抵抗和指挥能力 但是俄罗斯的战略打击一直是零零散散 导致现在乌军战斗机还能挂着美国的哈姆反复的导弹 起飞去猎杀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乌军的铁路公路交通后勤保障到现在 也一直没有被彻底遮断 说明俄罗斯的战前可能是过于乐观 没有尽早对这些战略目标下狠手 可能是想着将来这些目标被夺取之后 自己也能用 而战争进展过程中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有点走一步看一步的味道 到现在觉得继续进攻 夺取这些个桥梁或者机场不太现实 所以才下了决心 当然俄罗斯空天军武器装备相对比较落后 妥善率不高 也是客观限制条件 那么这次对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进行打击 恐怕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发挥作用 要显示一下俄罗斯还有利害手段 乌克兰人不要因为在顿巴斯占领一大片地盘 就高兴得太早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行动去配合 比如说空天军应该持续进行打击和压制 地面部队同时应该发起进攻 那么单单一次这种空袭效果是很短暂的 难以发挥真正的战略价值 消耗和收益不成比例 目前乌克兰已经恢复了多数地区的电力供应 所以俄军的打击效果最多会被认为是 地面作战不利局面下的一种报复泄分 而乌克兰方面的问题在于 面对战略打击 防御能力确实是过于薄弱 这次打击电力系统就让全国大面积断电 那么下次一旦俄罗斯决定 针对地孽薄荷上的一些桥梁 集中进行打击 并不是没有可能切断从乌克兰西部 到顿巴斯前线的弹药和物资保障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乌军可能会再次收缩 当然也就没法去进攻 扎波罗热还有马里乌波尔 那么俄军南线东西两部分 就可以得到稳固而不被切断 尤其现在战线向东推了以后 又是缩短了俄军后勤补给线 加大了乌军的后勤保障难度 所以乌军如果对此有所忌惮 就要加强对桥梁的保护 并且准备抢修力量准备扶桥 而且要考虑控制进攻节奏 在适当的时间和位置停止进攻 转入防御 说到底 现在俄乌双方都关注的问题是 俄罗斯手上最重要的砝码 俄罗斯空天军 到底能不能给点力